嗨,大家好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这是小迪,这是小红 他们两个同时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吹个厉害 我一个星期只跟他chut南三天外 我每天都在刷他的朋友圈 问他在干什么,问他在哪里 让他知道我在关心他 他来大姨妈,我一问他要不要买红豆汤 他讲不需要,我就没有买给他 当我知道他来月经后 我马上泡了红豆水,然后送他去门口 那一天,我再来回家 在他下车之前,我会问他要不要试一下他在一起 我会穿上西装,请来乐队 然后隆重地告诉他,我会爱他一辈子 最终,你还选这个小弟 我全心全意地爱他 我爱他一百分,而你爱他只有五折分 他却选择了你,到底是为什么 不是啊,别爱他一百分 其实我很想每天找他聊天 但是我怕他嫌我烦,所以我就忍着了 我也想他在大妈的时候,我买红豆汤给他 但是我怕我没资格,所以我就拜托他的闺蜜 慢慢照顾他 我也想给他一场华丽的表白 但是我更希望他能不受外面的影响 做出他自己的决定 我也很喜欢他 但是我更希望我给他的喜欢 是轻松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感情里面 不是你付出了越多 就会容易得到地方的心 表现的太过热烈 会把地方作伤 我希望我的喜欢 是热烈的 但 真是热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